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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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交每一台鑽毛機 不管任何鑽牌 它的 比如說我們要鑽口的地方 就在 這裡 那我們要抓 它 多少距離 這個多少距離 來打這個屁 首先我們把機器拿出來 回到鑽口的地方 記得鍵器不要 鍵器不要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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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機的時候就要做鑽口 鍵器 這邊我們把這個 鍵器不要太多 鍵器不要太多 鍵器 然後再把這個 機器 對 我們的尾道鑽頂 看一看 我們通常都是抓中間 中間 跟最前面 跟最前面 最前面 對面要留一點距離 那我們會抓中間跟最前面的 因為力矩 因為力矩力比的關係 剛才 它的受力 如果 皮膚打在後面的話 受力會很大 味道很容易會晃動 到中間 所以我們把中間 跟前面 對面 現在把它抓在中間 做一個 平均值 大約是在 17.5 更負一公分 再打 所以我們通常就在17.5 公正 再一個 來打這個 所以我們 以後只要 我們 客業主 然後在這裡鑽孔 我們就會 量測 17.5公分 這樣 哪一個 它在哪裡打 這樣 這樣 每一台鑽孔機都適用 這個方式 OK OK